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员工宿舍内 坏地员们正在为无人机操作圆面室 做最后的准备 我感觉他那个兵器的要求太高了 我们这种非专业的事 我们这么搞不来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是说对这个无人机的一个项目 出了一个好奇 而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去争取 因为在平时的一个行业里面 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于每天忙碌在派送一线的陶文斌来说 这次选拔竞争激烈 四千名候选人中 只有四个人有可能通过最终面试 刚刚是一个大的行业上的一个 你们的想法 但是具体上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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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那是服务 服务永不止尽 是不是 这两天也看了一下 但是什么呢 还是没看得懂 我可以说我准备得很好 为什么要让说呢 首先我是一线受派员 陶文斌和他的同伴们 能获得这次来之不易的面试机会 源于他们的家乡 江西赣州即将迎来的一场变革 这里刚刚被国家批准为物流无人机 这次来之后 我们已经是给你 给我们的家乡 带下来之后